男性有胡子vs没胡子,区别也是很大的呢,是不同的魅力,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吧,白鱼凭借镇魂大火,很多人都觉得他留胡子的样子很性感,其实他没有胡子的时候剪辑甦,就像是小奶狗啊,聊到腿软,白鱼什么时候刮胡子呢? 你喜欢他哪一面呢?易阳千禧的个人魅力实在是太强了,不过会跳舞会书法,性格还是相当有趣的啊,高考前学习留胡子的样子简直荷尔蒙爆棚啊,但是没有胡子的样子也很好看,你喜欢哪种? 吴易凡没有胡子穿着白衬衫的样子,应该是那个小仙女想象,中白马王子的样子吧,有胡子的形象颠覆性还是挺大的,但是不得不说,吴易凡不只是一个偶像,他一直勇敢的挑战自己,大家都能看到他的努力哟,还有豪然弟弟,这个直男士的迷之姿态啊,没有胡子的时候显得很稚嫩,有胡子的时候感觉有点成熟了呢? 不过那种都很好看了,期待刘浩然的更多惊喜啦,最后一个是陈晓了,还记得陈晓刚刚出道的时候,很多人觉得他就像是个大男孩,阳光可爱又帅气,现在可以说是转型了,毕竟也成家了,还升级当了父亲,留胡子之后更闷了呢? 男性有胡子vs没胡子,默默的问一句,你们喜欢白玉光胡子吗?如果喜欢我的文章,就请点个赞吧,欢迎一起讨论分享哟,谢谢亲爱的小可爱们! 谢谢大家 谢谢观看